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说这个了 姑且不说这个 这个也是什么呀 表示一个并列的含义 那我们看一下 不只是学生 连职场人都参加了 那么学生是这个 학생啊 학생 학생是什么呢 학생은 因为 학생是有韵味的 학생은 물론이고 직장인까지 참석했어요 看一下 对吗 학생은 물론이고 직장인까지 참석했어요 那么这个가지 是什么意思 表示呢 连的意思 连 甚至的意思啊 甚至呢 连职场人呢 都参加了啊 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上节课呢 我们就讲过了这两个语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讲我们的25课啊 是什么呢 这个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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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什么什么 tase 那么tase的tase是什么意思 表示错误的意思 错误或者是毛病 或者是怪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什么什么tase是表示原因的话 那么它后面肯定是要跟一个不好的结果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 这个尼恩tase跟这个尼恩